做子宫肌瘤手术后吃什么好? 何菊仙,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子宫肌瘤就是说术后饮食不宜过早 一般就是说在肛门排气以后 我们可以进一些半流食 比如米汤、菜汤、还有像农须面 就是含汤一类的东西 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大便以后 可以逐渐地进到一些普通的食 那么这些饮食注意主要是 我们要注意你清淡一些 其实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注意了高蛋白、高热量的补充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要注意一些 就是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的一些蔬菜 或者是水果的摄入 它含有高的一些纤维 可以促进肠道功能的一些恢复 子宫肌瘤这术后的饮食 就是一丰富、一多样 主要容易消化的食物 避免高油脂和烧烤类的一些食物 专家提示 一、子宫肌瘤术后饮食不宜过早 二、一般在肛门排气以后 可以进一些半流食 三、大便以后 可以逐渐进到一些普通的饮食 四、饮食以清淡 注意一些维生素 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的摄入 五、已丰富多样容易消化的食物 避免高油脂和烧烤类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